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雞蛋好好吃喔 教委你這樣可以嗎 我們最近啊 跟導演在討論一件事 就是我們發現一個共通點 就是老些吃播跟汽車結合的影片 收視率似乎都有特別低 所以今天 我特別找了 美食圈的女神 來教我怎麼樣把一道美食 傳達出去給觀眾朋友 那這個女神是誰咧 那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這個品城記的女主持人薇薇 那為了迎接她的到來 所以我特別去借了一台 對女性 有非常友好配件的 寶菌RS5 不多說了 我們想要去載她啊 就這樣子 哎呀 快點 女神來了 嗨 嗨 大家好 我幫你服務 謝謝老師 別那麼說 我們身體好啦 我們就負責扛行李的 開車喔 對對對 沒有什麼好的 來我們寶菌RS5最棒的就是 她有這個體貼女性的 我可以解放雙手的後尾箱 就像你一樣嗎 欸 我沒有辦法解放女性 我是女性被排斥了 世界上有兩種馬 一種就是女的馬 一種是真的馬都不理我 欸她真的是有感應的 是喔 而且當你手上這樣提的時候 你是不是手這樣 腳這樣刷一下 就可以進去了 你看這很方便吧 好 而且她這個 角度不會很高 你看你按一下把它 拉下來 一般女生使用都沒什麼 太大的問題 她不會像有一些尾箱 敲得特別高 OKOK 挺好 今天啊 我們這個 美食界的女神要教我 老蟹怎麼樣吃相好看 不敢不敢 別什麼 那你也要教我車喔 走走走 我們直接去重畫 走吧 好 好 你好嗎 你好 你好 去葫蘆藝術空間 確定導航到葫蘆藝術空間嗎 確定 對我們就去這裡 將來移導航到葫蘆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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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還好 對我開一下那個 自動駕駛 因為是體貼女性嘛 所以她事實上是有L2的自動駕駛 有ACC 這些功能 自動煞車這些功能 所以 我開一下我好好專心跟女神聊天好不好 然後全程我就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是喔 葫蘆你這樣子平常 我看你也拍品成記啊 然後常出鏡 其實說真的 我們自己做這行都是 人前歡笑人後落淚啊 應該有拍了很多辛酸食 你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喔 我覺得我們兩個 雖然拍的那個內容是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性質很像 沒有沒有我們拍是一樣 因為我是做直播 所以我今天來請教你 我只是多結合的汽車 事實上我是一個隱藏 在美食節目裡面的 汽車節目好不好 表面上就是 大家都很羨慕我們這份工作 就是吃吃喝喝玩玩樂樂 但有時候大家拍了才知道說 唉呀其實最好吃的那一面 最新鮮的那一面 永遠是留給鏡頭 而不是我們的嘴 印象最深刻就是 袁老師跟那個鍾從飛 兩個不是去吃這種牛歡喜嗎 我的媽呀 那一集我看了都 臉都綠了 我對你們品成器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集 拍出那種老廣的 男人老狗的那種樣子 你說袁老師老狗 哇你真是太裝了 不是我是說我們品成器的那個就是 袁老師對不起 他可能到時候會說我一句 不知所謂 對對對 然後你剛剛說什麼ACC那種 就可能感受一下吧 所以你要讓它自動駕駛 我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你等下你開我們等下打出駕駛 真的不信任我嗎 整個心都送 沒有了沒有了 等下讓你開 我們等下去服務區換個手好不好 讓你開一下 不過自動駕駛是確實蠻方便的 真的 你沒有開過自動駕駛的車 我這個車很簡單 超容易上手 如果等下車插進來的話 就會自動煞車 你可以感受一下 而且我覺得好的地方 就是對於女生來講 有時候可能 新手嘛 不一定會了解那個車和車之間的距離 那有那個什麼ACC的話 是喔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我跟你出來 我可能保險要保五千萬 因為這個我就少了 升了五千萬這個保險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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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雲樓師 只要給我 稍微擺發 沒問題啊 威威你開車其實也不慢耶齁 對啊 我剛剛看了一下時速表 才半天已經開到一百一百二了 開完善我也是老司機好不好 哇賽 要不是你走錯路 我們有需要這樣趕路嗎 瞎說什麼大實話 我突然是 我吃了沉濕豆沙包 不過雖然這個車開這麼快 但我一開始還沒什麼察覺耶 你覺得這個車 整個隔音什麼 做的其實是還可以 你有沒有覺得 對對對 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就是舒服的感覺了 因為這兩方面啊 我覺得它第一個底盤做的還不錯啦 高速穩定性算蠻好的 第二個它的NVH也做的 算是在這同級車裡面算的也是不錯 沒有什麼噪音 對沒有什麼風噪聲 而且我發現它這個原配 還配著這個米其林的輪胎 所以它胎噪基本上也很低啊 你覺得我開起來會讓你坐不舒服啊 不會不會挺舒服的 坐在你旁邊怎麼樣都很舒服啊 很舒服 我懷疑你也在開車 不是說可以用斑馬來聽歌嗎 對對對 斑馬你好 你好斑馬 你到底行不行 不行不行 是你好斑馬 對對對 你好斑馬 我要聽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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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全金影像還滿好的耶 而且重點是你如果在車上要看不同角度的話 它還可以切換 旁邊它會告訴你周邊的環境是怎麼樣 我覺得設計的挺好啊 很多人都說老謝拍吃播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專業的主播 來教老謝怎麼樣去形容食物 怎麼樣把吃播拍得好看 好不好 我現在後面靠你來看你怎麼樣 沒有沒有不敢不敢 首先來到這個環境 我會覺得環境已經有點加分了 就是整體的感覺給人很舒適 對然後 你現在意思是說你不想這樣想睡覺是不是 從外觀上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他還蠻有心思的啦 至少在擺盤上也不錯 離我最近是這一個 然後我聞起來就像那種 五人月餅的味道 那我試吃一口試試看囉 你不要第一句就說 欸這好吃欸好沒了 沒有我覺得這個就是 五人月餅的感覺啊 嗯 我來吃一口 雞仔餅的感覺 欸你這麼說也有點像 嗯 雞仔餅加五人的 mix的感覺 就是裡面有一點肥肉 然後有一點 辣腸那種 花生 芝麻 等等比較香口的東西 然後外面那個口感也是像 月餅那種 綿綿的 綿綿的那種 一個食物你會怎麼去表達它 我們應該是這麼說 我的第一直觀感受啊 那我第一直觀感受就是好吃 欸這很好吃喔 大家要來試一下喔 記得要來買一下喔 今天說穿了 人家看你吃播就是看你漂亮嘛 唉好啦我們長個醜就沒機會做吃播啦 唉我們不能 唉呀無奈啦 我只是長個不夠帥而已啊 要不要把頭砍掉 換他的頭試試看 可以閉嘴啊 我們可以多吃一口 謝謝謝謝老闆 這個也不錯 全部塞滿就對了 不過你吃夠了沒有 欸我們這邊 山明水秀這麼漂亮 我們出去走一走啦好不好 好啊我待會再吃一吃 這碳水化的屋最近我在減肥 我都吃不了啊 你幫我全部包了就這樣子 這環境和空氣真的蠻好的 我帶你來的地方會差嗎 嘿嘿 我要去吸收一下大自然的精華 你看又被甩了一個人去那邊那個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還是要給女神五星級的享受 我們幫她把空調先打開 她這個有網絡可以先把空調先打開 等一下她上車就不會那麼熱了 這個地方漂亮是漂亮 但是在廣州還是有車啦 才有辦法來這個比較郊外的地方 對才能拐賣我到這裡來 欸這邊都沒有人 你想了很久了吧 你當攝影師哥哥是什麼 對啊 不過今天你也體驗了一下這個 RS5 你講講一下你的感受吧 我講一下的話 我會覺得其實 作為女生都會比較注重外表嘛 所以我覺得她外觀和內飾來講 都會蠻好看的 對於我來講 然後我會覺得除此之外 性價比還蠻高 因為她 價格很便宜 然後她配置也很豐富 那你 我該講的都被你講完 我要講什麼 好啦女生都很注重顏值嘛 這個車剛好跟老謝很相反 這個車顏值很高 又很體貼女性 但老謝就是顏值不高 但很體貼女性 所以一個是單身 一個是受到女生青睞 好就這樣子 不想講了 掰掰 上車了啦 你在看什麼 發呆喔 上車 回家了啦 不回啊 蛤你不回 誰說要回的 蛤你不回家 我要繼續兜風 我是 我是 我是個好人 我會害羞喔 你不要這樣子喔 你走開啊 我想回家囉 你不要這樣子 唉 說這種話就沒意思了 真的 我們會害羞 我是個好人 我不是隨便的人 當然隨便起來不是人 好啦掰掰 我們走錯了 走錯了 走錯了 前面要下 天啊 天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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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五十公里喔 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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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找個地方 想個地方 讓他先下去 我們再繞回來就好了 老鞋罵我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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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你 我只是說五十公里喔 很有門 好委屈喔 你是不是要唱一下太委屈 走錯個路而已嘛 好